这期视频我将会造一栋豪华的度假屋 我们来看一下订单需求 度假屋预计收有差不多40万 再看一下材料清单 需要准备的是房子的木质框架还有地基等 施工地点在市中心 这个项目我大老师接了 我操你怎么开车的 来 三二一把车抬起来 首先第一步是需要把表层的杂图踩住 开上我们的推土机开始施工 诶诶 怎么还铲人的啊 然后现在也是把表层的杂图铲掉了 下一步是挖一个勇士的坑处 还是大的好用 又来了是吧 现在也是把勇士挖完了 然后挖一下地基沟 很快啊 就挖完了 他俩也到了 下机起重机 把钢铁掉到地基沟里 等一下就要叫水泥了 先叫勇士 然后把地基搅了 之后就是交注车库的地板 左对的车库 然后是右边的车库 现在也是把地基捕好了 现在继续操纵 启动机 然后又铺设地板了 啊 忘记去用木材厂运材料了 走 去运材料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精湛的倒车技术 一步到位 连接上货舱 来到木材厂 然后把材料吊上车 然后吊到工地 然后再回去用材料 来阿妩 你站上去 看看上面的风景 站好了吧 我开始上身了 讨厌 真不错 等我把材料放到材料区后 你再下来 出院了啊 好好工作 下次我要喝洗酒 干活的本事没影响到吧 走 回工地 现在就是把房子的框架搭建起来了 然后铺上房子的格鲁地板 再把墙壁的材料掉到屋序屋后 把车库的框架搭建起来 然后把墙壁装上 我他妈拆了个啥 结果把屋顶掉到房子楼顶 房顶是大功告成了 来来来兄弟 结婚一生 一起去吃顿饭 你掏钱哦 国字幕志愿者 杨茍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